我們四個人衝上深圳 攝製隊再次出動了 深圳的Rawn English的世界傳媒展的首站 我們將會找了羅志祥跟我們聊天 不過不知道他應不答應 哈哈哈哈 不過我喜歡這句 我們應該會找羅志祥說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不過可能還是不答應 嘩 應該難的 應該難的 呂布 想不想幫你手 好啊 幫你什麼呢 麥翠Sir 哈哈哈哈 什麼公司啊 3.0 哦是他啊 現在3.0 他不是跟那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來啦 嘩 剛剛好留意地收拾 玩具TV 第幾個月 第十個月 第九集 唐廣大蜜 上次兩個星期之前 出過出來的 是啦 譚翻一言 但是我們貨多 沒辦法 時間關係 真的拍不到 這隻呢 就是 超人氣手遊 王者靈廟裏面的 就是用Hero打來打去攻城 就是對劑那些 這些其實應該是其中一個女布的 叫Skin 有DIC 類似的 給錢買的 課金才有的 這些超絕 這隻真的這麼威武 這隻 現在整隻是46cm高的 46cm 46cm 9吋 真的完全是倒地殺手 超過100個關節 數完手指 100 數完手指 原來你有稿的 精密的機械動箭 可會動箭規格 好認真 全可動手指 但這個是試板而已 這個算是船頭的 再會吞好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看 整隻東西的細節 基本上你這樣看的細節都已經很厲害 觀眾問眼睛可不可以潔氣? 阿新你以為 等一下 眼罩 眼罩 沒有的 裡面有著燈的 你留意一下羽毛 那一下很滑 那時候我見到機器 本身 到底想一下這兩條竹鬚 到底怎樣可以實體化 他真的做到實體化 而且他是火動的 他會不會很容易斷? 他會不會很容易斷? 正常狀態就不斷 因為有火動的關係 大家是溫馨的玩 溫馨的玩 你用來撞就真的會很難 如果你長期製作幾年 我想你可能要走一走 Ii 會不會好一點 那他這麼大隻有什麼玩 其實他本身是有發光的 那是額頭 你按這個位置 這樣就進了電 還有胸口 這裡也是長等的 零式系統 會不會自爆? 基本上這隻 經過設計師重設之後 完全是脫脫了玩過 遊戲裡面 遊戲裡面反而有些Q版 現在變了這個 很威風 還好 這個反而是我的杯茶 不過看起來這麼大隻 動的時候都會很小心 動的時候就要走一走 因為始終他的尖位 或是揮甲都會有多 其實那一棟是絕對足夠的 但是基於這個還是版的原本 我就不會太動它 那你就看到他的手 關節都做了給你 但他的頭好感覺1比6 它的尺寸是否真的1比6 因為我看可能用人頭來做 因為這個是 他都真的 好像跟現在的1比6的尺寸一樣 他都偏大一點 偏大的 偏大的 我想你應該1比5 左右 5.8 就是尺寸到1比4 1比5 三下 這把引戶 你拿來去 拿錢都可以 這把東西都不是 對 沒有拿去金針 你看到腰關節都做了給你的 我終於想起 其實之前VCRBA 和BANDA合作過一個系列 重疊時軌 好似 同樣都是同一個設計師 王大師做的 不是 阿仇先生 阿仇先生是瘦的 Kalvin Kalvin是姓瘦的 我姓瘦 腳其實也有關 我看著Kenny Wong 其實也做到 色蕩人可動 剛才說 聖士已經是瘦 是貴賭的 是嗎 是瘦還是瘦 是瘦 我知道 但是聖士很聽說是瘦 是瘦 他瘦是瘦 我可以看看 把東西的比例 用拳頭來 也有適當的舊化 三尖兩刃刀 是瘦 這把真是 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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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有感覺 光天畫蹟 對 放肩畫蹟 沒錯 但其實 你看到它這麼龐然大物 它有很多細心的設計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就不斷說一下 例如這個手 很有趣 這個位置 你會覺得 對不起 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有些 彈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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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上面 這是摺在這裡 對 然後它就令到它的手 可以摺得很厲害 可以摺到近乎對摺 對不起 對 就是這樣的 可以近乎對摺 因為它做了很多 這些小小夾 就可以全部縮進去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小細心的東西 例如 例如 膝頭哥 這個不要插著 因為有些比較遮蓋 對 例如 這些後面 這些甲全部都可以移動 向側 向側開 然後 例如 這個腳關節 它都有些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個可以伸縮 其實它就是為了讓它的腳 不要頂著它 去做伸縮 對 對不起 但是其他東西 對 它可以摺到這樣的 它就會縮進去 你會看到其實它 大尾關節可以向到幾前 因為它前面的甲 是可以拉開的 它就可以這樣拉開 你喜歡踢多少 你喜歡踢多少 就踢多少 對 不過 鏡頭的關係 我可能手未遮蓋 不好意思 我看到 對 亦都是一些激活性關節 它這些甲 其實全部甲 這些零零碎碎的 全部都可以移動 變成你玩的時候 它的多樣性更多 例如 它動腰這些 又可以向上下移動 去補回位置 這些位置也可以向外 所以 雖然你看到它 可能 尺寸比較大 有些人就覺得 跟某些大型玩具 很簡單的拆件 是差不多的 但其實不是 它雖然這麼大 但它也會用了一些 很細心的功夫在上面 即是在 一些大家覺得 可動需要比較高的地方 它也會做到一些彈弓 關節在上面 即是 就不是 那麼粗之大業的東西 是很細心的 你還記得零售價大 它是多少錢 其實 三千六 三千六 還挺好記性的 這個樣子 也有高的 但除了呂布之外 之後 會不會有些企劃 會出跟著的角色 它之前也有推出了 五個 一比十二的 劉關章 諸葛亮 還有 也是三角的角色 趙雲 趙雲 反而沒有呂布 沒有呂布 因為呂布是出彈的 那時候是 因為這個是王者榮耀方面要求 說我呂布想要一個很大戲的版本 哦 我們就特意用著它呂布 因為這個Skin叫末日機甲 那用著它遊戲的末日機甲的Skin 就在它的Base 再重新設計過這個版本 就是Kelvin設計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 因為Kelvin是有它的設計風格 你會看到 看了它的東西是 有點像那個 那樣的感覺 那它就帶出了它的味道 這個呂布的呂布 反而我自己看上去 第一眼 我有一種東方色彩的大讚卡的感覺 哦 顏色配色 是 本身都很沒事 很沒事的感覺 當然有東方的沒事 就是日式的沒事的分別 如果你有和設計師的 電視鬼放在一起 哇 可以打過的 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中式打日式的樣子 我很喜歡Kelvin設計的 那個忍者 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重甲時軌的設計 我喜歡原本最舊底 藍色的時軌 藍色的時軌 我也喜歡的 我覺得好一點 夏哥好一點 我覺得它是一種狼人 還有藍色版時軌的舊化很漂亮 是 好 好 有些喜歡打機行的就不要錯過了 什麼時候出房 應該都不知道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很快 如果有興趣可以 它好像截了 但是你嘗試電郵問一下 其實應該會找到的 有些地方也會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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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可能有些現貨 遲些寶頂也會找到的 對 可能之前沒有看過實物 就不知道 不過它真的挺震撼的 好 這樣吧 好 好 我們說了 黃帝要 黃帝要 少許一點